好,下面我们来看第25课的第二段 第二段就描述了这个非常精彩的震撼人心的竞速比赛跌宕起伏的这么一个过程 先看一下第二段的第一句话 The first of the ships to reach Java After the race had begun was the Thermopylae But on the Indian Ocean, the Cardisarch took the lead 你看你中我敢 他说这两艘船中第一个到达印尼爪瓦岛的 在比赛开始之后是赛姆皮雷号 但是在印度洋之上卡利萨克号夺取了领先的位置 我们先看看这句话语法成分的分析 我们看到The first of the two ships 这是整个的第一句话里面的主语 为什么第一句话呢 这句话语叫做but连接的两个并列句 我们知道but跟and一样是并列连词 说明这个句子里面有两个完整句子拼成 那么第一个句子的主语是两艘船里的第一艘 什么船呢 后面后制定语叫to reach Java 是到达了爪瓦岛的这个船 这个动词不定是to do 在这儿是当后制定语 至于为什么用动词不定式 咱们一会儿会解释 这个Java是印度尼西亚的爪瓦岛一个岛屿 那么后面的after the race had begun 这明显是个after引导的时间壮益从具 就是在这个比赛开始之后 第一个到爪瓦岛的是 The Thermopylae 后面是主语 系动词加表语 主系表结构 然后呢第二句话呢 but引出第二个完整句子 但是在印度洋上呢 卡迪萨克号夺取了领先位置 夺取了领先位置这个结构 咱们一会儿会说 好 我们先看第一个这个 The first of the ships to reach Java 其实to reach Java相当于一个定语从具 就到达了赵瓦岛的呗 是不是相当于 The first of the two ships that reach Java 这个相当于 reach Java 相当于到达了赵瓦岛 那么这个为什么本文中动词不定式 没有用这个定语从具呢 这涉及到一个小知识 咱们来看一看啊 其实这个知识点在刚才也出现过 咱们今天做个总结 就是the first the second the next the last the best 或者only等等 有这些词出现在前面 或者用它来修饰一个名词的时候 后面一般来说 我们经常跟不定式做后置正语 就第一个 第二个 什么下一个 最后的 最好的 唯一的 等等等等 我们经常用动词不定式 to do 当做后置正语来用 你看 我们先回顾一下 在第二十课中出现的句子 就是九十页的第十四行 九十页十四行 When he landed near Dover The first person to greet him was a local policeman 当他在多福尔港着陆的时候 第一个来迎接他的人 是一个当地的警察 后面那个to greet him 是后置正语 为什么呢 in person前面出现the first 第一个来迎接他的人 是当地警察 动词不定式 当后置内面 有这个用法 我们再回顾一下第五十三课里面 二百四十页 第六行到第八行 看一看 第五十三课 二百四十页 第六到第八行 这句话很长 但依然出现了后置正语 to recognize that 在家并语从聚这个结构 那么the sweet 就是瑞典人 瑞典人是第一个 他们意识到了这么一个事 就是那些从事公共事务的一些官员 就是像什么公务员啊 什么警察啊 什么健康检察员呢 收税的人员 他可能会犯错误 或者是表现得过分热情 因为他们相信 他们在为老百姓服务 the first to recognize 所以我们还是用to do 当后置正语 修饰前面这个the first 还有我们再看这个 另外一个例子 You are the second to ask me that question 你是第二个 向我来问这个问题的人 你看这个to do 也是修饰前面这个the second 第一个第二个 我们都用不定识做定语 再比如说第二十八课里面 一百三十四页的第十四行 一百三十四页第十四行 the next man to approach me will sell expensive pens and watches 那么下面一个朝我走过来的人 是一个卖昂贵的笔和金表的人 the next man to approach me 这个to approach me 也是修饰前面的next man 这个出现the next 后面还是不定识 在修饰 特别好理解 咱们再看在第四课里面 人与星系里面 第四册的四十五课 四册四十五课 the last creature to compete with man was the mosquito 最后一种能够与人相竞争的生物 就是蚊子 它前面出现the last creature 我们还是to compete with man 还是后制定语修饰这个 the last creature 还是用to do 这个好记 我们再看第四十三课 二百页的第十一行末尾到第十二行 二百页的十一行末尾到第十二行 四十三课里面 the pie committee decided that the best way to transport a dish would be by canal so they insure it for the trip 这个馅饼委员会 他们就做出判断说呢 最佳的运输这个大碟子的方法呢 就是通过运河来运输 因此呢 他们就为了这个旅行呢 给这个大碟子上了保险了 你看the best way to transport a dish 还用to do来修饰这个the best way 出现the best 还是这么来用 再比如说我们看 在本科书中刚才这句话 在刚才我们出现过的 就是在一百二十二页的第七到第八行 刚刚见过的句子 the only ownership to match her 为什么to match her呢 因为the ownership前面有the only ownership the only修饰后面也是动词不定试 来做后制定语 这是一个常识 咱们记住就好了 本文中后面加的是to read Java 因为前面有the first Java是印度尼西亚的一个岛叫赵瓦岛 那么after the race had begun 在这个竞速比赛开始之后 这个after当在连词来用 那after词性很多 也可以当戒词 当戒词呢 就把它变成后面加冰词呗 after the beginning of the race 同效果是类似的 只不过本文中是连词这里换成戒词 都是时间状语 那么was the thermopoli是塞姆皮雷号 这船之前面还有加定词的 但是把引出第二个变词局 但是在印度洋上 on the Indian Ocean江河湖海的前面 一般也是下定词的 so the Indian Ocean怎么样 the Cardi Sark took the lead 卡地萨克号占据了领先的位置 这个里面出现一个重要的一个搭配 叫the lead 这个the lead一般可以表示竞争 或者比赛中的领先的地位 或者领先的位置 注意用the lead 比赛或竞争中 它的搭配主要有两个 是用的最多的 第一个就是本文中的take the lead 如果说从某人手中 可以叫from 什么意思呢 夺取了领先地位 这个时候既可以用take 也可以用takeover都行 如果从某人手中 可以叫from 同样丧失了领先地位 叫lose the lead 如果丧失给了谁 可以叫this to 刚好一个是from 一个是to 对不对好记 好这是这样一个搭配 本文中可以改一下 本文中是不是可以说 but on the Indian Ocean the kardisak took the lead from the thermopoly kardisak号 从赛姆皮雷号手中 夺取了领先的位置 第一个可以在后面加个over 加这个副词 第二个可以加上from the thermopoly 本文中为什么没有加from呢 本文中有语境 知道从他手中 谁再说就废话了 如果要没有这语境的话 可以加上from 如果要是说 赛姆皮雷号 把领先位置 丢给了kardisak号呢 那混成刚才那个 是不是可以说 but on the Indian Ocean the thermopoly lost the lead to the kardisak 就好了吧 把领先位置 丧失给了kardisak号 你看在后文中就出现了 我们看在122页 就本课书中 17号 本课书中第17号 because of this the kardisak lost her lead 因为这件事 kardisak号丧失了 他的领先位置 只不过前面没有加the 而加了her 前的他的领先位置 因为鼠格和定贯词the 不能同时出现 her和the矛盾了 所以出现her 就只好去点这个the 如果不强的他的呢 也半句话说lost the lead 也是正确的 都可以 那么这是领先位置 但是我们表示领先 还有一些类似的表达 比如说be in the lead 这个既不是夺取 也不是丧失 而是处于领先位置 be in the lead 就好了 还有一个呢 就是进入领先位置 go or move into the lead 就一开始大家齐头并进 但突然间他更快了 进入领先位置 这特别好记 我们也看一些例子 she was in the lead from start to finish 他从头至尾都处于领先位置 从头至尾是习语 可以记住 from start to finish 从头至尾 还有呢 with the final burst of speed she went into the lead 随着最后突然一阵加速 他进入了领先位置 说明原来大家齐头并进 他突然间比别人快一些 burst表示一阵发作 突然一线爆发 那速度的一阵爆发 就突然间的最后的加速 他进入领先位置 go or move 一般过去是单去就好了 这是the lead 领先位置 领先地位 几个常见大匪 咱们结合句子 把它记住就好了 好 第二句话说 那看似就没有什么悬念的 那卡利萨克号应该是 第一个返航的船呗 it seems certain that she would be the first ship home but during the race she had a lot of bad luck 这个句子啊 我们还是先看一看 它的语法成分 先分析语法结构 一会咱们要看句型呢 it seems certain that 这个it明显又是一个形式主语 它是个白色 不是真正主语 真正主语呢 是后面that引导的黄颜色的句子 这是主语从句了 什么是看似肯定的呢 它就是卡利萨克号 将是第一艘返航的船 这看似是肯定的 主语太长了 后置在原来主语家形式主语 依然后面出现but 病列连次引出第二个病列句 during the race 斜体字是一个时间状语 在比赛期间怎么样呢 she had a lot of bad luck 卡利萨克号运气不好 出现一连串的厄运 所以呢 丧失了领先为止 这个里面的句型啊 特别重要 看似某事是确定无疑的 但是这个中途出了变故 咱们把这句型记住 it looked it seemed 或者it appeared certain at but 这个句型非常实用 当然如果要是一般现代史人 相应的把looked seemed appeared换成is嘛 it looks seems appears 加成s就好了 就看似某事是肯定的 但是却出现了一些变故 用它是可以的 那么这个句型也可以换成 我们在第二时刻 见过的另外一个句型 就看似好像怎么怎么样 但是却怎么样了 还记得吗 这个句型也对 it looked it seemed 或appeared as of 或as though 看似好像怎么样 这固定句型 在下转着但是 真实情况是什么的 对吧 这个都可以 这两个句型呢 一般来说可以替换 差不太多 咱们造个句子试试看 试试看 咱们先述说一个 看似肯定 当然我们先看本文中的题换 本文中带进去可以换成 it looked it seemed 或appeared as if 或as though she would be the first from home 类似吧 看似好像 它是第一艘能够返航的船 但是在比赛期间 它有了很多厄运 可以用它 我们类似来写几个句子 比如说 看似肯定会有一场 激动人心的 穿越海峡的竞速比赛 race了 但是莱瑟姆 未能起得足够早 结果它失败了 还没开始呢 就失败了 看似肯定会有 我们带进去 说说看 it looked 或者seemed 或者appeared certain that 怎么样呢 there would be an exciting race 穿越海峡的 across the channel 逗号 但是怎么样 but let them 未能 failed to get up early enough 我们用这25颗巨型描述 当时第二十颗 先驱飞行员的这个场景 也非常地道 看似肯定会有这个了 但是 这个人起得不够早 结果比赛没有发生 就好了 或者我们换成 看似好像 看似好像会有一场 激动人心的 穿越海峡比赛了 但是莱瑟姆 为什么起得早 咱们稍快点 再过一遍 it looked seemed appeared as of as though there would be an exciting race across channel but let them failed to get up early enough 你看这两个巨型是类似的 确实含义率有差别 但用的场合是类似的 都可以用 看似肯定会怎么样 但是确实 却如何 看似好像是怎么样 但是却如何 这个巨型把它记住 特别实用 特别实用 那么再回到剧中 the first trip home 当然这home在这 绝对不是名词了 是一个副词 就到家 回家 像go home 是个副词 但是but 在比赛期间 she had a lot of bad luck 它有一连串的坏运气 这个luck 注意表示运气 是不可署名词 所以仅仅有a lot of修饰 但不能用lucks 不可署名词 但是这个luck 如果没有形容词修饰的话 一般都是好运气 一般都是好运气 我们看些例子 it was an incredible piece of luck 这真是令人难以相信的一个运气 没有特殊词修饰是好运气 但是一个运气用的是 an incredible piece of luck 可见这个词是不可署名词 咱们再多看几个例子 with a bit of luck we'll finish on time 要是有一点运气的话 我们就可以准时完成了 a bit of luck 一点运气 这个运气依然是不可署名词 我们再看 often there is an element of luck in getting the right answer 常常我们得到正确答案 需要一些运气 那么需要一些运气 叫there is an element of luck 大家还记得吗 有点道理 叫there is an element of truth in 在这时 there is an element of luck 就需要一点运气 在里面 就得到正确答案 有的时候可能有运气成分 有时也靠懵 这个意思 但是这个词 如果要是指恶运坏运气 那必须要加限定词了 因为它没有形容词修饰时 一般都是好事 坏运气 恶运 有好多词修饰 比如说bad luck或者ill luck 这ill做定语不是生病的 是糟糕的 还有rotten luck 这个rotten读快乐叫rotten 鼻香爆破 反正就腐烂的 派生也是糟糕的 tough tough luck也是非常倒霉的运气 tough 什么艰苦的艰巨的 让人难以接受的 还是运气不好 倒霉事 有很多倒霉事 那么一连串的厄运 本文中用的是 a lot of bad luck 是可以的 很多厄运 是完全正确 有的时候也有另外一个习语 叫had a run of bad luck 也是表示 一连串的厄运 你看 the team has had a run of bad luck lately losing their last five games 这支球队 最近有一连串的坏运气 为什么呢 他连续失去了 过去的五场比赛 都输了 所以呢 have a lot of bad luck 可以 或者是have a run of bad luck 就跟跑步一样 一连串的厄运气 也算对 这个用bet就是 肯定是不好的运气了 什么坏运气呢 后面就慢慢来到来 第三句话说 in august she was struck by a very heavy storm during which her rudder was torn away 在八月里 她遭受到了一次 非常非常严重的暴风雨的袭击 在此期间 她的舵被卷走了 这当然很倒霉的事了 赶上暴风雨了 没办法呀 这个she was struck 这个动词用的非常传神 因为这个struck 当然是这个过去分词了 它的字形变化 大家可能都知道 原形是strike 一般过去是 过去分词都是struck 这个strike意思特别多 咱们在新三册里就出现了很多 咱们先做一复习 第一个 我们在第二课中见过 可以表示打点暴时 你看十四页的第三到第四行 十四页的第三到第四行 他说 the nickel which used to strike the hours the night was damaged minutes ago 这个大钟 什么呢 过去日夜不停打点暴时的大钟 多年前坏掉了 打点暴时就strike the hours 这是strike重要用法之一 那么还可以表示 重击砸某人或砸某个东西 在第六课砸出窗抢劫 咱们见过重重击 从上面重击砸了一下 咱们看例子 在三十四页的十三行到第十四行 三十四页十三到第十四行 one of the fish was struck by a heavy statue 有一个贼被一尊沉重的雕像 重重砸了一下 be struck by 被什么砸 这也是用strike 重击或砸 有这个意思 还有一个固定句型 某人想到了某事 咱们在十三课 讲过这个句型 叫做 it strikes somebody that 某人想到某事 这个事情做主语 人做宾语 但这个事情 it是形式主语 真正主语是后面的主语重句 某人想到了某事 大家还记得吗 十三课见过这么一个句子 叫老师在 讲过替坏时讲过 It suddenly struck Mr. Richards that It must be the man from the electricity board who had come to read the meter 理查兹夫人突然间想到 这肯定是来自于电力局 来查电表的这个人 你看某人想到某事 It strikes somebody that 也是用strike 但是本文中是另外一个意思 表示不幸的事情突然间发生 并且造成严重的伤害 不幸的事情突然发生 这个表示发生的总结 咱们在第二课十三等于一中 也讲过 当时讲过go on 不是正在发生的事吗 大家回顾一下 我们这个词表示发生 急悟不急悟都行 本文中是被发生 这是一个急悟动 所以用被动是可以的 但是他做不急悟也行 咱们复习第二课中 讲过的这个句子 不幸的事情突然发生了 就遭遇到不幸的事 most people were fast asleep when the earthquake struck 当地震发生时 大多数人上在熟睡之中 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在第二课讲发生 那个strike 倒霉的事突然发生 不还讲过什么 余某事同时发生 concide with 讲过很多发生 这是指发生 这是不急悟 就地震发生了 但是我们本文中 做急悟动词 倒霉的事情突然发生到某人头上了 这个用急悟 本文中被动 也行 他遭遇到了一次特大的 这个暴风雨的袭击 也是遇到了倒霉事 但是这个用strike这个词 表示发生 一般造成严重损害了 这个地震可能砸死很多人 这个暴风雨中呢 这个轮船舵被卷走了 造成严重损害 好 表示遭遇到了倒霉的事 而且特别被困在里边 被困住了 还有一个跟它类似的搭配 但是这个不一定强调造成严重损害了 就是赶上了倒霉事 遭遇到了倒霉的事 什么暴风雨呀 大暴风雪呀 塞车呀 叫bicotting 也是遭遇到了倒霉事 但不一定造成严重的损害了 可能就耽误一点时间而已 这叫bicotting 这个结构用的特别多 大家可能更熟悉些 比如说 we were caught in a heavy storm 我们赶上暴风雨了 可能被困在里边了 对吧 或者说 没有带伞 一个说 we were caught in a traffic jam 我们赶上塞车了 可能耽误了两三个小时 但我们中间没有人员伤亡 没有严重损害 是这个意思 赶上了倒霉的事 特别是被困在里边 但是这个strike 这个发生到某人头上 一般造成严重损害了 就跟重机砸了一下一样 对 这个意思 穿到一块就好劲了 本文中赶上了一次 特大的暴风雨 very heavy storm 注意这个暴风雨很大 用的是沉重 heavy这个词 这个暴风雨 暴风雪的天气 有好多形容词 可以限定它 像特大的暴风雨 heavy storm 可以 或者severe storm 严重的暴风雨 或者violet storm 更像中文暴力的风雨 用暴力的这词 更是暴风雨了 还有像devastating storm 或disastrous storm 都行 devastating就是摧枯拉朽的 破坏一切的 我们可以读一下 devastating devastating 破坏性很强的暴风雨 还有disastrous 大家可能知道 来自于名词disaster 大灾难 灾难性的暴风雨 可能死了很多人 毁坏了很多桥梁记的建筑物 对 用它 我们再读一下 disastrous 这都是用来形容暴风雨 之大 遇到后面可能语气更强了 好 那么during which呢 是在暴风雨期间 her rudder was torn away 它的舵被卷走了 那么这个during which呢 其实相当于一个 这个病例句 就是在暴风雨期间 你看是不是相当这句话 in august she was struck by a very heavy storm and during the storm her rudder was torn away 很多同学可能会这么写 这么写当然更符合中文特征 在暴风雨期间 它的舵被卷走了 当然是正确的 但这么写就啰嗦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病例句中 后面那个the storm 就是前面一句话末尾的 a very heavy storm 我们说了 如果在上一句话末尾这个东西 刚好这后面的句子里面的一个成分 咱们一般就可以把它简化成定义从句了 直接and也没有了 直接是during which就好了 你看 一二三四 这个四个字 我们变成两个字了 就更简洁一些 但是我们在这儿也得当作并列句翻译 中文不能翻译成定义 你怎么能这么翻译吧 在八月里 它遭到了一次严重的 在此期间 它对舵被卷走了的暴风雨的袭击 这不同顺呢 在八月里 它遭遇到了一次严重的暴风雨 在此期间 它的舵被卷走了 还是当作并列结构翻译 但是这个during which 确实是句子变得更简洁一些了 好多好多during which 我们复习在第九十页的第九到第十行 二十课里面 第九十页 第九到第十行 A week before he had completed a successive overland flight during which he covered 26 miles 一周以前 它完成了一次成功的路上飞行 在这次飞行期间 它飞过了26英里 是不是又相当于 and during the flight 但我们用during which就好了 前面就是这flight 我们在回顾以前造句 造过那个长征那个句子 还记得吗 咱们大概回忆一下 早在1930年代 红军就完成了伟大的成功的这个长征 在此期间 他们走过了两万五千里 during which 是不是相当于 and during the long march 但我们用during which就好了 因为前面就是长征嘛 所以这during which 又是类似于定义重句的 定义重句 其实它相当于一个 这个这个并列句 本身是定义重句的外壳 但不是定义功能 后面还有一个在此期间怎么样的 它的舵被卷走了 这个tear本来是撕扯的意思 安排生意呢 也表示用力把它什么揪掉了 卷走了等等等等 有这个意思 这个时候呢 它跟后面跟的副词非常灵活 我们可以用tear something away tear something off tear something up 总之什么撕扯掉啊 什么什么揪掉啊 卷掉啊 什么拔起啊 这都行 我们看一下历史 the flag was torn away from the pole by the strong wind flag是旗子 旗子被这个大风 从旗杆上用力给卷走了 就跟用手揪掉一样 这个很形象 本文中的这个舵被卷走了 也是像大浪像一只手 很狂暴的揪掉 这个非常 这个这个很形象 这个poel就是旗杆的意思 这是旗杆 好再看 high wind nearly tore the roof off 这个大风都几乎把这屋顶子吹掉了 这大风好像用手把屋顶子搬走一样 off是脱离离开 屋顶子快掀掉了 你看有时叫off也行 the storm had torn the old tree up by the roots 这个暴风雨把这个老树怎么样 连根拔起了 用手把树揪起来一样 这个动作叫tear 后面跟着腹似灵活 本文中torn away 就被揪走了 这个舵被扯掉了 这个船舵被卷走之后 这个船可就不稳定了 所以你看下一句话说 the kadi sark rode from side to side and it became impossible to steer her 卡地萨克号来回摆动 这个时候再要驾驶这个船 已经不可能了 这个roll这个词 咱们在词汇中讲过 专门可以表示船只 或者是飞机在风浪中 气流中摆动摇摆 这个搭配的也类似 我们可以用roll heavily 或者用roll violently 类似heavily表示大幅度的 violently就剧烈的呗 来回摆动 这个来回我们可以用from side to side 它讲的左右摆动 或用to and fro 抢到前后摆动 这个都可以 咱们看一些例子 the ship was rolling heavily to and fro 这个轮船在前后 大幅度的摆动 the plane rode violently from side to side in the storm 在暴风雨中 这个飞机在左右的 剧烈的摇摆 这个都可以 但是注意一下本文中 它用的是from side to side 这个结构别自己下边 看过再写听过再说 因为这搭配搞不好 同学自己编程什么 from one side to another side 或from one side to another 这个不对 from side to side 前后都用side 而且不能加贯词 这个搭配类似的有好多 你看在27课中也有 在130页 16行到底17行 未来会讲27课 这个重点文章 它说什么呢 his few material positions make it possible for him to move from place to place with ease 这个指流浪汉 它的很少的个人财物 使得它能够怎么样呢 非常轻松自如的四处游荡 四处到处 四下里 叫from place to place 它不能说 from one place to another 四处到处 from place to place 跟着from side to side 可以同时计 跟它类似的 还有很多 咱们看一下 比如说read something from cover to cover 叫从头到尾 阅读了这个文章 从封皮到封底 都是cover from cover to cover 前后一样 不加贯词 再比如说 sell something from door to door 挨家挨户的推销这个东西 从这个门到那个门 都是door 没有贯词 还有呢 very from person to person 因人而异 从这个人到那个人 它有变化 不一样 from person to person 前后用一个词 还有呢 你想improve from day to day 日益改善 日益提高 从这天到那天 但前后都用day 没有贯词 这个表达类似 可以同时把它记住 好 后面说 这个时候要驾驶 它已经成为 不可能的事了 后面说怎么办呢 只好做一个 临时的舵凑合 a temporary rudder was made on board from spare planks and it was fitted with great difficulty 这个一个临时的舵 在船上用备用的 这个木板被做出来了 这个地方用了 这个被动 用被动呢 有两个好处 第一个是突出重点 突出这个临时的舵 第二个呢 句子简洁 因为本文中 没有必要说 是谁坐了这个舵 因为是谁并不重要 总之是船员们呗 所以用被动呢 一方面简洁 省去了动作发出者 二来的突出重点 这个 what's made on board on board很简单 咱们多次说过 是在船上 或者倒船上都行 本文中这个on board呢 当然是在船上 在船上 被制作出来 那倒船上呢 也行啊 咱们看28刻出现 倒船上 就是134页的第二行 到第五行 134页第二行 到第五行 出现的是 在这个大船停泊之前 before she had anchored the man from the boats had climbed on board and the deck was uncovered with 打打打打 再说下去 在这个大船停泊之前 来自于小船的人们 就爬到了船上 你看这个on board 在这倒船上 不是在船上 爬到了船上 并且甲板上堆满了 这很多的商品就好了 那本文中的on board 是在船上 在船上 这个制作好了 一个临时的舵 用什么呢 from spare planks 这个plank 就大长木板的意思 什么做甲板呢 做地板呢 长木板 这个spare 叫备用的 多余的 备用木板 这个备用的 这个词用的特别多 我们跟老师大声读一下 spare spare 备用的 你像我们常说 a spare key 备用钥匙 万一那个钥匙丢了 还能进门 a spare battery 一块备用电池 a spare tire 一个备用的轮胎 等等等等 本文中是备用的木板 用spare这个词 并且怎么样 it was fitted 这个舵被安装 怎么样呢 费了 牛尽了 费了非常大的困难 才装上 你想要在船舵的船底下 有些暴风雨之中 相当困难 但最后终于装上了 这个do something with difficulty with difficulty 咱们说过 with加名词做装语 相当于副词 相当于difficultly 但本文中看到 加强语气呢 with great difficulty 就相当于very difficultly 就好了 我们知道with difficulty 相当于difficultly 那with difficulty呢 就very difficultly 非常困难地 不就好了吗 这个加强语气的结构 咱们很熟悉 为什么咱们见过呀 回顾在第十一课中 54页的第十三行 54页十三行 The officer went through the case with great care with care等于carefully with great care呢 very carefully 这位海关官员 非常仔细地检查了这个箱子 还记得吗 非常仔细的 这是非常困难地 你看 一曲同工之妙 with加名词 加强语气呢 with great加名词就好了 好 然后说 this greatly reduced the speed of the ship for there was a danger that if she traveled too quickly this rudder would be torn away as well 咱们先分析语法成分 那么前面的逗号之前 是句子的主句 这极大了 降低了这个轮船的速度 为什么呢 for还是逗号for引导 一个原因状语从句 因为呢 there was a danger that 因为有这样一种危险 什么危险呢 whomentat从句 一直到句末 这个谐体字 从net开始到句末 明显做danger的同位于从句 这危险是什么呢 在同位于从句里面 又迁套了一个if引导的 条件状语从句 画横线的部分 如果它行驶速度太快的话 怎么样 这只舵可能也会被卷走 这个说舵可能也会被卷走 这是在同位从句里的主观结构 好 下面看看里面一些细节 这极大的降低了这个轮船速度 这没什么说的 这个简单 注意后面的句型 某个不好的事可能会发生 叫there is a danger net whomentat was a danger net 这个句型特别常见 就是某个不好的事情可能会发生 你可以全意的翻译成 因为有这样一个危险 但是我们真正翻译的时候 这个危险这个词中文可以不一定翻译出来 就是倒霉的事可能会发生 本文中是不是可以直接翻译成 因为如果它行驶速度太快的话 那么这只备用舵可能也会被卷走 就不一定说有这样一个风险了 对吧 我们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咱们看看在第43课里面 第200页的第28行到第29行 第200页的28到第29行 他说 there was a danger net the way would rebound off the other side of the bank and send the dish plunging into the water again 这个还是有一种危险 但是危险可以不用翻译出来 对吧 他说怎么样呢 这个大浪啊 这个浪啊 可能会从这个河岸的另外一边呢 反弹回来 并且有可能把这个碟子再次冲进这个水中去 这个碟子刚弯来之后放在岸边 可能不稳当 可能会再次掉进去 还是强调不好的事情可能会发生 咱们再看几个句子 政治动荡可能会卷土重来 我们这是不好的事了 there is a danger net the political disorder of the past will return 其实就是有这样一个危险 什么危险呢 政治上的动荡 就过去那些政治动荡可能会返回来 再次发生 对吧 就用这样一个结构 但是这个danger呢 可以不翻译出来 我们再看下面一句话 there is a danger net museums will attempt to entertain rather than educate 就是博物馆呢 有可能的是怎么样呢 将会试图去取悦于这个访问者 而不是去给他知识 去教育他 这也是一个不愉快的事 不好的事 但是风险存在 我们这个危险这个词 就不一定翻译出来了 好 咱们类似造一个句子 你看这也是表示一个倒霉事会发生 如果Ramsey夫人报警 她可能就再也看不到Rustus了 那是过去的事 咱们可以说 there was a danger net if Mr. Ramsey went to the police she would never see Rustus again 那存在这样一个危险 大概不一定翻译出来 就如果老太太去报警 她可能就再也看不到 她这只猫了 后面这个结构 咱们在第19颗见过 这个结构可以顺便把它记住 就是某个倒霉的事 可能会发生 它如果要行动速度太快 这只舵可能也会被卷走 好 下面说了 because of this the Cadizac lost her lead 因为这个事 卡蒂萨克号丧失掉了 它领先的地位 丧失领先地位 咱们说了 lose the lead 加鼠根的话就不能加到了 只好说lose her lead 丧失给谁呢 如果要补充权的话 可以加to 对吧 咱们复习 because of this the Cadizac lost her lead 或者lost the lead to the Thermopylae 她把领先位置 丧失给了赛姆皮利好 或者呢 我们倒过来说 因为这个事 赛姆皮利好 从卡蒂萨克手中 夺取了领先位置 怎么说 take over the lead over还能去掉 是不是可以说 because of this the Thermopylae took 或者took over the lead from the Cadizac 这个都要他刚刚见过 这么说 当然也对 也可以 可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